各位,音準很難的 小提琴的音準很難 總是不知道怎樣按才會準確的 但我今天有一個方法 是可以令大家立刻覺得 小提琴音準是沒那麼難 是容易按很多 是容易按100倍都不止的 但未開始之前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葉紹希 是樂團的全職小提琴手 我們大調音階major有七個音 Do,Re,Mi,Fa,Sa,La,T 七個音 七個而已 七個很少 小提琴上面有四條弦 G,D,A,E 這四個已經是其中 這七個音的其中四個 所以我們只是 真的找不到的 就是要靠我們自己找的 就是三個音的 今集我就想告訴大家 我的方法 是會令到這個按音的 是容易很多的 首先第一件事我們要知道的 就是小提琴我們只有四隻手指 我們只有一、二、三、四 我們沒有五手指 所以當有人告訴你一手指指法 一手指的時候 你知道它是說什麼意思 是說食指 在小提琴的按音來說 最難就是一手指 如果我們一手指 是那個位置拿得準的話 之後那些音 其實九成我們已經拿得到 九成我們拿得到 好像 如果我們要砌一棟牆 我們砌一棟牆 最底那幾個磚 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們最底那幾個磚 是砌得很穩陣 那個地方是落得剛剛好 我們一路砌上去就會容易很多 如果我們最底那幾個磚 都已經是歪了 亂了 我們一路搭上去 就真的很麻煩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首先的目標就是 我們要拿得準一手指的音 拿得準的話之後就容易很多了 大家一定要信我這件事 說這件事 但是 我們未講一手指之前 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分辨到一件事 就是半音和全音 上一集 一兩集 我都略略講過 全音和半音這件事 簡單再講一下 半音 我們在大調裡面 第三四個音是半音 Dore Mi Fa Mi Fa 這個距離是窄很多的 你略略唱高一點 它就已經是半音 然後第二個半音在哪 第七八個音 Dore Mi Fa So La Ti Do 所以一個大調的 scale裡面 是有兩個半音的 兩個半音 其實這些半音是甚麼 這些半音就是 minor second 沒錯 半音原來是minor second 是一個 interval 一個音程 minor second 除了半音以外 在大調的 scale裡面 其他的音是甚麼關係 音和音之間是甚麼關係 就是全音 也就是major second 沒錯 major second 就是全音 我們再看多次 哪些是major second Dore 全音 major second Re Mi major second Mi Fa minor second OK minor second 好了 那我們知道這件事是甚麼呢 那我們就好辦了 假設我們這四條線 我們利用tune也好 你用鋼琴也好 你用absolute pitch也好 我們百分之一百肯定它是準的話 好辦了 那麼 我們 就是要去找major second 出來 找一次給大家看看 比如由G開始 試試看唱不唱到這個音 這個我們唱so sova name G我們唱so so 如果我們要唱major second 唱一個whole tone上去 你會怎樣唱呢 你會不會唱sola 會不會唱sola 還是sola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得出哪一個才對 剛才第一個太低了 太窄了 sola 太窄 sola sola 這個才是對的 這個是major second 如果sola 略略高了 換言之 我們如果是很有信心 拿得到major second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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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jor second的話 我們試試按出來 我們會不會按這個音 如果我們仔細聽 我們不會按 那麼窄的 是不是 我們會這樣的 可能你一開始按的時候 你會找不到的 你會可能過低或者過高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聽得出自己是低了 還是高了 你分辨到 如果你分辨到 那就不怕 你慢慢你會找得到 那個距離 正確的距離 這個是major second 是全音 sola 跟著我們 如此類推 我們看一下D線 D線 re 我們會不會拉 我們可以唱 唱也好 拉也好 我們會不會唱 re re me 我們不會這樣唱的 是吧 major second re me re me re me 是吧 我們會唱major second re me 全音 好了 我們再看一下A弦 la 到底大家會唱 la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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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連續 這三個 major seco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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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le tone whole tone whole tone 全音全音全音 然後你再看一下 那個一手指 一手指 這個G線一手指的正對面 D線 就已經是re me 然後它的再正對面 就是b natural t 換言之 其實它們的位置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是平衡對面的 只不過是不同線的 不同線的 所以如果你 如果你有信心 唱得多 用tuner練 練得多 很有信心唱到major second 你已經可以按到三個音 按到三個音 好了 跟著E線 稍微有些不同 但不是難 記不記得我們剛才說 semitone semitone 還記不記得是甚麼 是那個interval 音程是甚麼 就是minor second minor second 到底是me 4 還是me 4 還是me 4 4 這個太遠一定不對 到底是me 4 還是me 4 我們說minor second 是窄一點的 是不是 所以 2 在這裡 那你再想一下 窄一點的話 還可不可以用回 剛才三條線的一手指呢 不可以了 它要縮起來了 它要退了 只是一手指 走到最前端 那你就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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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or second 跟著就容易很多 跟著就容易很多 因為你只要 記住 這個 major second 和minor second 的關係 你之後所有的音 你就找得到 不信 我再做一次給你看 major second 我一直會說 major second minor second 那你記住 我其實也是在說 全音半音 全音半音 好 下一個全音 好 如果我們記得 T到 是半音 是minor second 然後 Dore 是甚麼 Dore Dore 當然是全音 當然是major second 大家看一下 我的手指 我的手指 那個距離 半音的時候是怎樣 半音的時候是要黏起來的 全音的時候是分開 你如果只有一條小尾 一定不適合 一定是分開 其實就是兩個手指位 大概 大概 真的 兩個手指位 都是要 人人的手指的闊度都不一樣 所以你其實都是要靠 聽音準 但基本上如果你記得的話 半音 貼上全音 分開的話 不撐得很遠 major second minor second major second major second 好了 然後我們再看看D線是怎樣 我們記得D線的一手指 和G線的一手指都是一樣 所以我們一手指過旁邊 還記不記得 me化是半音 所以一二手指貼上 二三是分開 三四呢 都是分開 好了 來到這裡 可以順便說一說 我們其實可以對一對 隔離 準不準 A 就是隔離那條A線的A 如果你聽到這樣 好像救護車那樣 當然不準 你要問自己 到底你的手指是高了還是低了 現在 到底是高了還是低了呢 是高了的 我們應該是被四手指按的音 是略略藏在空弦那裡 OK 剛才那條G線 剛才G線都可以用這個方法去聽 準不準 我們聽到跟D線一樣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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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A線又怎樣呢 這次很幸運 你看一下 原來A線的手指排列 分開 連接的規則 規律 是跟D線一模一樣 我們基本上 整組搬過旁邊 就已經找到A線的音了 B T Do T Do Re Me 找到 然後再對對 那條E線 一樣準 好了 再最後 E線一手指 我們記得E線一手指 只是它要縮 你看到我二三四沒有變的 只是一手指 咬後 好了 化疏 是全音還是半音呢 如果我現在拉這個 大家知道是全音還是半音呢 全音還是半音呢 這個 當然是全音 二三呢 全音 A T 是全音 很肯定的 全音 半音是怎樣的 其實很明顯的 如果你聽得多的話 你現在幾分鐘 你都應該習慣到 全音是這樣的 半音是這樣的 我們看到 原來E線的每一個手指 是要分開的 我們只是用這個方法 我們已經可以找到一把位 能夠按到的音 我們已經可以拉 多過兩個八度 什麼叫八度 就是 一個八度 第二個八度 再加兩個音 其實呢 很多樂器 它們其實沒有那麼 那個 範圍是沒有那麼闊的 所以其實 如果我們 拿到 這麼多的音 我們已經可以拉到很多曲 我可以在這個頻道 會講很多 和小提琴有關的技巧 如果大家覺得 剛才的影片 是有用 有趣的 請給我一個讚 如果大家有問題 歡迎留言 告訴你的朋友 訂閱 我們下集再見